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文章我觉得蛮好笑 不是文章新闻啦 就是他们在月球上发现 有一个新的陨石坑洞 要坑洞就好了 不要像陨石坑洞 那既然是一颗火箭的那个 你知道火箭发射 它有一节一节一节的那个东西 然后等到它把那一节一节都丢掉了之后 那那些节的东西 多半就会掉回地球 然后可能就烧掉了 不知道 然后他们真正的那一个火箭 就可以继续飞下去这样子 好所以 那个火箭的一节一节 竟然掉到了月球上 然后打在月球上之后 没有人愿意跳出来说 不好意思啦是我们家的 所以中国不承认 德国不承认 美国不承认之类的 好像讲的有点多 应该只有 好像只有中国跟另外一个国家 好anyway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新闻 再说些什么 所以开头就说 OK Whose rocket just hit the moon 一个问题这样子 Cool 好所以它前面的描述 我觉得蛮搞笑的 You know you're living in the space age When a rocket hits the moon And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Points to the sky And like an angry teacher You're holding up a paper plane A paper airplane Asks who launched this 这样子 好所以 所以你知道 你活在太空时代 当后面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所以当后面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是真切的活在太空时代里了 OK So you know you're living in the space age 你知道你活在太空时代 When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呢 所以是什么事情呢 所以When一个 rocket 打到了月球 而整个产业 就知道 它航空产业 所以the industry the industry as a whole 这个产业全部 全体 就指向了天空 Points to the sky 然后像个生气的老师 拿了一张纸飞机 说谁丢的 所以这个你看 他这句话一开头的 算是开场白 写的还蛮不错的 OK Like an angry teacher holding up a paper airplane asks who launched this 谁的 这样子 So truly that is what occurred this week 所以的确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 That is what occurred this week As an unidentified rocket stage impacted the lunar surface 所以一个没有被辨识出来的 一个rocket stage 我一开始还没看懂 什么叫rocket stage 后来我多看了几次 我以为它打错字 后来才看到rocket stage 这两个字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意思也就是我刚说的 我们在射火箭的时候 它可能有很多节 然后可能就飞到一个程度了 然后它就把那一节丢掉 再飞飞把那一节丢掉 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半的里面装燃料 所以燃料烧完了以后 留着干嘛就把它丢了 减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rocket stage 好OK 所以打中了 impact这个字就是冲击了 Lunar就太阳 什么太阳月亮 月亮表面surface 可以 形成了一个有趣的crater 所以crater这个字 一般我们在托福克 真的很常看到 就是陨石坑 那在这边还是坑 只是不是陨石造成的 所以说真的陨石坑 没有陨石那个字在里面 我们多半讲的是impact crater 只是我们习惯性塞陨石 这个字在翻译里面 好那不管了 所以就实际上我们都在好奇 到底怎么可能发生 so leaving us all wondering how it's possible to not know what happened 应该说应该翻译起来叫做 怎么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接下来说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story is that skywatchers led by Bill Gray 不不不不 继续讲下去 好 所以这个啊 我们稍微看一下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story 我们其实比较少听到这个版本 好就是我 我现在要跟你长话短说一下下 所以为了长话短说 好所以我们就中文讲说 诶长话短说 我现在怎么怎么这样 怎么怎么这样 所以你跟我走吧 好长话短说 但可是英文的话 他比较不会用到这个写错的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story 反而比较会用到的就是 我这边打出来这个片语 有时候你就会听到 你要说OK long story short 然后斗点后 注释动释开始说 long story short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现在很悲伤 那说诶碰你怎么了 我就跟你说 长话短说 我刚跟女朋友分手 so long story short she dumped me that's it OK that's really cutting a long story short 而且这个片语 也不是说是最完整的 如果你要把它讲最完整的话 前面有一个to make 所以这个的话文法比较精准 因为可以不定词 在句子的放在句子的前面 所以为了达成什么事 斗点注释动释 这个应该 很多东西都是熟悉的 所以你的确可以说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my girlfriend broke up with me that's it OK 好 所以他这里说 从来短说 就是有一些业余的家伙 所以这边这个叫做 Bill Gray的这个业余的skywatcher 他们叫自己skywatcher 就是观天者这样子 那 他们一直在追着这个物件 so they had been tracking an object for months that based on their calculations would soon impact the moon 所以的确 他们看着这一刻已经看很久了 然后他们知道迟早会撞上月球 结果果然真的就撞上月球了 so it was obviously a piece of rocket trash 所以的确火箭好像还真的会伸出很多垃圾 but no one stepped up to say yes that's ours sorry about that 所以没有人站出来说 啊 拍谁了 是我们的 抱歉 还真有趣 OK 好 所以下面接下来说 所以根据他们的观察 跟他们的讨论 这一些自己指派的这些专家们 they self-appointed 为什么 因为他们事实上不是政府付钱让他们去观测天象的 观测这个sky的 他们就只是那种业余的爱好者 所以他才叫他们self-appointed 不过他还必须要强调 他必须强调这不表示他们是业余 不是专业的 所以可能真的很专业 只是因为没有政府付他们钱 这样 所以他们是self-appointed 所以我把这里仔细读一次 so based on their observations and discussions 所以根据他们的观测跟讨论 these self-appointed though by no means lacking in expertise object trackers determined that it was likely a piece of SpaceX launch vehicle from 2015 好可以 所以这边这个就是by no means 之后我们接下来讲一个重点 好 所以虽然说他们是自己指派去观望天象的人 但是他们绝对并不是缺乏了专业 by no means 所以means这个词一般理解为是方法 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方法去测量这件事情 它就不是这样 OK 它就不是这样 例如说 我如果今天跟你讲说 he is not poor OK 那他不穷 那我就可以把它再变化成 he is by no means poor 意思一样 所以我只是把not用这个取代掉 那感觉就有语气增强一点点 那翻译起来就是 你用任何方法去测量 他都不穷就对了 so he is by no means poor 因为means我刚刚说有方法的意思 大家听懂意思 那还有再就是 我们如果把no换成all这个字的话 所以有一个这片语就是by all means 就刚刚说了 强调再强调一次means是方法 所以借由所有的方法 是什么意思 借由所有的方法 来我们用一个语境试试看 你来我家 然后你跟我说 Eh Paul 借我一下厕所好不好 我都可以啊 那这个可以啊 我除了说OK之外 我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说 那他说 you're welcome to use it 也是可以啊 可是我能不能说by all means 可以 什么意思 好再强调一次means方法 所以你用什么方法 去使用这个厕所 我都OK 比如说你单脚跨着上 双脚跨着上 蹲在马桶上 面对水箱上 面对水箱这个画面 其实我觉得一直 我一直觉得面对水箱上厕所 是很合理的一个姿势 因为你可以在水箱上 吃东西啊 或者看书啊之类的 你的手可以溃在上面 好了 我没有要给你这个mental image 可是你看 你懂意思啊 所以 Hey Paul Can I use your bathroom? Yeah go ahead by all means by all means 所以你用所有的方法 来去使用它 我都是OK的 by all means 那下一个的变化 就是by all 把all换成了any 那他通常会在后面 再多加一个字 叫做necessary 那他的用法是 也一样 来一个语境试试看 你的公司的业务经理 跟大家说 我们今年一定要达到 年底前要达到 两亿的业务量才可以 那我们用各种 我们不习任何手段 都要达到它 所以他就可以说 Hey guys We have to hit the 200 million targe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y any means necessary by any means necessary 用任何必要的手段 都要能达到 刚刚的200 million mark 大家听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这样就OK了 没问题了 好 Oops 来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这里说了 都by all means lacking in expertise 所以他们虽然说是 self appointed的一些 这个形象学家 或者是追踪这些 太空中物体的家伙 so object trackers but by all means lacking in expertise 所以没有任何的一个意思 不尽的说他们是缺乏专业的 所以他们决定 不是决定 他们判断 determined 它是一个SpaceX的launch vehicle 2015年的时候 SpaceX你知道 就Elon Musk的那一家 但是SpaceX didn't cop to it 这个cop to it 不错 这个片语看一下 cop我们一般理解是 对于警察的 比较不尊重的称呼 cop 可是这边一个cop to something 就是承认做什么事 so they didn't cop to it they didn't admit to doing it OK 没有承认做这件事情 就是刚讲这一个 那还有另外一个片语 也生活中非常常看到 cop out 他难道是警察出去了吗 cop out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 逃避责任 推辞失信于人 so you avoid doing something that you ought to do OK 所以就是cop out 好 All right 多补充一下下 然后接下来看到的是 后来 后来这个Gary那个家伙 还有其他人 包括NASA 都决定呢 这干脆就是中国的这个正合5T1好了 2014年的时候 那China说 对不起没有 这样子 他说China denied this This is the case saying the launch vehicle in question burn up on re-entry 所以说他们说的这一个 他们的发射这个vehicle 在回来的路上就烧掉了 这样子 All right sure 到底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来我们多看一下 还有些什么字 inadvertent Yes 好 所以或许他们在讲真话 Maybe they are telling the truth Maybe they don't wan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irst completely inadvertent inadvertent lunar impact in history 所以他们都不需要想要负责任 对什么是负责任 for什么事情 第一个完全是一个 毫无故意的的一个 这个月球上的就撞到它 历史上第一次的不小心撞上月球 所以这个inadvertent这个字 就是不小心 OK 这个字跟我有很深的这个会议 我是不是以前讲过 好 我们今天不讲 以后就会再说 总之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事情 inadvertent 跟我妈妈的健康有点关系 好 当然先不讲了 所以他不小心 这第一次 大家不小心撞上月球 没有人想出来承认 Excuse me 接下来 其他的这个太空船 其实事实上是撞过月球 也不是说撞 那就是说对于这个 就是 应该讲说降落的有点重 所以他说 这边说的 Other spacecraft 应该有复苏 have struck the moon but it was on purpose OK Or part of a botched landing 所以 其他的这些撞击 可能有的是故意的 因为要下降的关系 或者它是一个下降 没停好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 landing这个字是降落 他前面讲一个botched 这个字 才是我特别要讲的东西 这个botched 所以botched的意思就是 没弄好 OK 所以就是做起来有点 这个 做的有点不太漂亮 OK so carried out badly or carelessly 就是botched 所以如果有人把什么东西搞砸了 有没有这么说搞砸了 就是做的不太漂亮 OK 所以 carried out badly OK You botched it 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事实上这个impact是故意的 因为它只是 因为他们只是要降落 这样子 而不是这个真的是漫游 就碰就装上去了 好 OK 这段讲的有点烂 但是无所谓 讲完就讲完了 trajectory 我们要继续看一下一个字 所以 这人接下来访问了一下 一个比较厉害的人 so how is it possible we didn't know the identity and trajectory of such a large and relatively recently launched object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知道 这个东西 它的身份是什么 到底是谁家的 以及它的那个轨道 所以trajectory 就是我们讲的轨道的意思 那在生活中这个词 也蛮常可以用得到 就是我们有一个词 就是career trajectory 讲到一个很喜欢的漫画 叫导根座 所以它进了日本 漫画里面是一个 就出支的一个虚拟器构 企业 事实上好像就是 Panasonic的网路上的一个 不是网路上靠北 就是他们把Panasonic 放进了漫画里 然后叫它出支 导根座进去 它就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map out the career trajectory 它可能做了几年生课长 再做几年生部长 再做几年生什么什么上去 所以career trajectory 是我们生活中会用到的一个字 酷 然后它的回答就是 所以它的回答是 有刚刚的问题还记得吗 怎么可能有这个space junk 然后我们不知道 没有detect到它 然后不知道它会飞去哪里 这个人的回答是 追踪这一些derelict objects 所以这个derelict这个字 也算是 有的托弗亚斯可能会看得到 就被抛弃掉了的 无阻的 这样子万户自首的 所以这个object的确是derelict 因为没有人想要 关注它了 它已经被抛弃掉了 所以追踪这些derelict objects 在这个sislunar的orbit 这个sislunar就是月球轨道内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追踪它 likely isn't a high priority for government sensors 所以对政府的这些探测器来说 它不是一个很高的优先的事情 因为他们宁愿把时间花在观察卫星 或者其他的可能离地球近一点的太空垃圾 so when they can spend that time observing satellites or space junk that's closer to earth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政府根本也不关心这个东西 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某个国家发出去的话 发射出来的火箭流下来的垃圾 他们才不管这个东西掉到哪里去了 他们要把他的power用在energy用在这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上 好像讲一讲讲到后来这篇蛮无聊的 我觉得 我一开始觉得应该会蛮有趣 不是讲到后来好像也就这样了 这一个很无奈的孤苦无一的一个space junk 然后掉到了月球上 然后大家只问说谁丢了谁丢了谁丢了 没有人跳出来承认 end of story 故事就结束了 好吧那结束就结束了吧 好啦反正有的时候我们的课似乎上去还蛮无聊的 anyway当为了追求每天还是有点东西 我跳了这个 那跳完之后我们至少走了一些单字 大概不用再走一次啦 我觉得大概重点就是这个 by no means by all means by any means necessary 这几个算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 希望你有学到点什么 OK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